各位企业点好 欢迎收看GT的象棋场景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旁由企业推荐过来的一旁精妙 闯关长局 他说这一旁棋局挤了两三天了 至今还是好头绪 好像此局红方 在谨慎狙炮当兵的局面下 不管怎么走都好 压根就赢不了黑方 那到底是有何猫腻 今天我为大家拆解一方 一上手看起面 红方的局被黑方的局给盯住了 如果直接对局 肯定是行不通 那这时候呢 红方这一边如果甩局过来 一来呢 进局将有杀起 二来又可以退局赤马怎么样 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因为一方双局透了 直接进比局将围剿 你这时候呢 挡向也吐了无功 黑方这一边直接选择平局 扛向江 逼你上帅之后 再次居江 把你的帅给印上了 刚好呢 跳马就够得到江了 而你这时候呢 现在将有平四 黑方呢 退居江也好 平居江也罢 都是居马的困江杀起 而你这一边呢 如果将有平六呢 也没用 黑方掏地一江 红方肯定要败 所以开局呢 红方甩居来围剿 压根是来不及 那你现在呢 如果选择平炮江的话 人家仍然可以平降战中 高枕无忧 你居兵是没有联动 仿杀的余地 所以呢 绝大多数旗友都会认为 第一步棋要拱冰江 到一旦这么走 黑方呢 就平降战中 现在呢 你站着平平江的时候 黑方会把老将 腾到四路 远离红方居兵的牵制 一旦这么走 你会发现 红方呢 也只能发挥兵的优势 来围剿 通过居兵的联动 把老将呢 赶到六路 但这时候呢 红方这一边会发现 你如果继续拱冰兵的话 压根呢 也没啥威胁 黑方照样 可以通过禁地狙江来围剿 红方一上帅 人家又有双狙错的沙奇 你这里呢 用象来挡住狙 以豪意 黑方仍然可以顾及从事 直接呢 平狙砍下一江 逼你上帅之后 再次狙江 把你的帅给引上来 现在黑方不跳马照江了 而是只要呢 套地一江 就可以呢 形成沙奇 因为你现在呢 只能平摔到六路 黑方呢 利用双组的联动 就可以形成困壁 那么此局呢 到了这个旁边 黑方这边平降 到六路之后 既然红方无法拱抵兵围剿 这位黑方禁地狙有杀奇 红方能不能通过炮跟巷来解围呢 如果这时红方飞高巷 挡住黑方的局面的话 晾开率面的位置 想借帅助攻来围剿 却发现骨盆行不通 因为黑方这里呢 只要禁地狙江就可以了 红方迫不得已 只能上了算 但是黑方既边另外一个狙 却发现抬不上来 因为呢 如果禁狙砍下 想利用双狙围剿 却发现骨盆来不及 红方借帅助攻 禁地狙江 逼你上算之后 平兵江 就可以呢 利用狙兵来杀奇 但好像这么一看 红方不就取胜了吗 当时之不然 当你选择 上算之后 黑方即便是不会抬狙吃相的 这里黑方虽然当狙华江 没啥威胁 但人家呢 有一部跳鞭马的妙手 来解围 一旦这么走 局面就说不同 你现在禁狙江就豪逸 黑方一上将 你会发现 这里呢 你平平江 老家就上了 你这手呢 虽然可以灭掉黑狙 想通过退离狙江 来围剿 黑方呢 却可以先下手围墙 这里跳蚂蚁江 红方如果平老帅 黑方掏地江 狙马绝杀必败 你帅又不能平倒思路 黑方有这样的牵制 你把老帅抬高 那么黑方呢 退狙江 也是杀 所以呢 此局呢 红方即便想通过飞翔 来拦住黑方 双狙的围剿 压根是行不通的 那飞翔不行 有些球会认为 这样呢 你要进离狙点江来杀奇 我这手呢 能不能选择平炮 倒那一道呢 来保江面怎么样 如果一旦这么走 黑帮即便 眼看居江照杀无果 但是呢 人家也可以直接进居 来盯住炮 下一步棋砍炮之后 接江助攻 还是双狙错的杀奇机会 而红方这时候会发现 这里呢 你尽管可以继续飞翔 化险为夷 大黑帮仍然故技从事 平均砍炮一江 逼你上帅之后 还是跳边马的一个走法 下一步棋 又可以进马江 构成了狙马的围剿 因为一方借江助攻 可以退居点江来杀奇 红方些平涮 压根是毫无意义的 这里呢 你上帅的话 黑帮也可以直接平均 掏底江 跟红方的狙越队 红方狙一丢 铁地要败 所以红方即便呢 相当于直接平炮到内道 压根来不及 那有些千尾认为 我直接平炮到巷口不就行了吗 你进鞠呢 也无法抓红炮呀 但是呢 如果你一旦这么走 黑帮的双鞠 需要没有了威胁 当这里黑帮可以直接退马 来踩红鞠 逼着红方的鞠走位 你现在鞠并没有杀奇 这里呢 也只能抬高鞠 随时呢 通过飞向之后 创造把人将杀了 但一旦这么走也没用 你抬高鞠 黑帮也抬高鞠 下一步骑要平均站中 跟你约队 这时候呢 你想通过飞向 接受了主攻来杀奇的时候 人家呢 就平均站中 逼你走位 你现在鞠无法逃脱 兵呢 有从发挥 被马所困 一旦这么走 红鞠一丢 放大败 那红方这一边呢 眼看黑帮抬鞠 你现在当鞠滑将是没有意义的 炮呢 也没有炮架 兵呢 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一旦这么走 红方这一边呢 直接上了架 也只能等着败 所以呢 此时呢 很多球会发现 不管怎么走都会输 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 前两步骑 第一步骑红方 既不能拱兵将 平局将 而是呢 要选择 进礼炮 来送炮 第一招呢 一般旗友是很难看得出来的 因为不敢这么走 感觉呢 进这个炮不是白送炮吗 实之不然 先反过来讲 红方现在不齐意图 非常明显 只要进鞠吃鞠之后 就可以呢 利用鞠炮来闷杀 你现在反过来 双鞠就被炮给套牢住了 而你现在马又无从发挥 平降的话也好意 我照吃不悟 你现在又不敢吃红鞠 现在不急 只要灭掉黑方 双鞠之后 利用鞠冰来为家 可以说是有反战 黑方呢 根本反不住 所以方这时候迫不得已 眼看红方进一炮 只能破掉红炮 那平白无故 弃掉这个炮 到底是有何目的呢 主要是呢 解脱这个鞠 先红方这个鞠 就没有威胁了 这时候呢 虽然拱冰江 没有招杀的余地 黑帮照样服 有一部双鞠错的杀旗 但红方这时候 可以先下手为强 巧妙飞高下 一来呢 挡出黑帮进鞠为奖的机会 二来呢 我借帅助攻 拱冰江是杀 平鞠江也是杀 这两头作杀 黑帮呢 就十分无奈 因为呢 你现在鞠江 我就上了算 你当鞠滑江是好意义的 你平鞠守类也守不住呀 我平鞠江有杀旗 所以发着手呢 为了保住家面 防止红方居兵 借刷助攻的围剿机会 只能呢 通过落相来防守 但是呢 一旦这么走 红方也不及求成 用兵扛相 因为砍皇下红方呢 就够不到江了 所以这里红方呢 再次拱冰江 维持不完 你现在平江战中 我就居兵连洞为奖 把老将引出来之后 通过平冰江的手段 引连黑帮的江面 把老将赶到六路 这时候呢 红方拱敌兵 现在不及平敌兵决杀 一组反战 而黑一发现呢 虽有双居 压根就没有失掌余地 你这里呢 退居江 红方呢 就下老帅 远离黑方 竞马点江的机会 一旦这么走 黑方当居滑江又没用 你平居 哥本呢 无法守住红方的 这一步 平民江的围江 必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